你也许从没想过 在我们眼中的平凡世界 确实有些人一辈子都不曾看过的美丽风景 几年前 世界上第一副色盲角的眼睛出现 有人把他作为礼物 送给了看了一辈子灰色世界的爷爷 前一秒 还得跟家人有说有笑的爷爷 在戴上眼睛后 直接愣在原地 激动的气不成声 而五年后的今天 当我的世界色盲主播George 戴上他的那一刻 他的世界也彻底的改变了 那一刻 第一传送门散发着神秘的紫 那一刻 眼睛不再是冰冷暗淡 那一刻 MC的万物在他眼中 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色彩 那一刻 他看着眼前正在奔跑的 绿游游的Dreamer 高兴得像个孩子 有人问 这世界有多美好 我想这一刻 你我都已经知晓了答案 阿絮 这个老齐怎么又不见了 是啊 他已经消失了整整四个月了 2020年9月14号 消失了整整三个月的老齐 又一次以网红厨师长的身份 出现在了我们的事业里 有两个视频 近200万的点赞 持续缔造着他的传奇 哦耶 然而 照着大家做的感叹 老齐容易回来之时 他却又一次悄悄地离开了 从10月30日至今 已经过去了整整四个多月 虽然在上一个视频中 老齐曾祈祷之前为什么失踪 也留下了 自己什么时候会再次回归的预兆 但我们似乎都忘记了 2月根本没有31号 我们不知道 老齐到底发生了什么 只是这一次 他好像真的消失了 评论区的那张寻人启事 也已经不知道 有多久都没见过了 我还没见过了 我还没见过了